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征服股海共创双赢 好台北股市 今天我想又很多人很失望了 因为看到美国股市 哇昨天全面收高 尤其NASDAQ指数 又大涨了164点 又创了历史新高 继续的往上涨 怎么台北股市呢 开盘还不错啊 今天台北股市 开盘开个高 一度还涨了99点 来到12802点上去 然后呢 然后就越走越低 越走越低 从早盘涨了将近100点 到这个一点多的时候 翻黑下来 最低跌了56点 等于今天开高走低 一度跌了150几点下来 从高点杀下来 那到最后 当然收盘有点又收连跌幅 收在平盘附近 小跌个3点 12699点 可是如果说 今天看到美股 哇大涨 今天看到台北股市 是开盘开高 跑去追股票的 我相信今天大部分投资人 又受伤了 又套牢了 怎么会这样呢 在接下来行情 该怎么去判断 怎么去操作 这个部分 我们待会再来 跟大家做说明 那节目一开始 还是先按照管理 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县荣老师今天给会员朋友 操作建议的内容 那这些大盘 仍然持续震荡整理 县荣老师都建议大家 攻击盘的时候 当然我们做短多先买 整理盘先卖 胜算会比较高一点 那今天我们锁定的标的 再次锁定 3227的原项 过去这一个多月 我们已经操作过很多次了 那今天继续看到 在最近利多频传 一下子报纸写说 真无限蓝牙商机很旺 一下子新的switch 也要再出货了 业绩会持续看好的时候 发现到又来了 早盘开个高 一度往上冲上去 这是开盘开在这里 一度往上 看起来粗量在做攻击 看似大单敲进 吸引了散户 在抢进之后 随后又出现了这地方 大户趁着美股大涨 拉高出货的迹象 所以今天早盘去追 很容易又追在高点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学过 现龙老师的超盘级技术分析 你会看到这背后 有大户在出货的时候 你会追吗 不会 你反而会利用 股价在这里 转弱讯号出来的时候 先卖后买 现龙老师今天就是这样子 早上10点07分 快打当重表底 今天我们做短空 3227的原项 短线技术面转弱了 转弱我们定价175分 到176分之间 也不要用市价去追高杀低 定下来 在这边先做卖出 准备等掉下去 再来这个回补 停损目标也都定下来 所以你看到现龙老师 给会员朋友的指令 做什么股票 代号多少 要买还是要卖 价位定在哪里 都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而且都一定先帮大家设定好 万一不对 停损这在哪里 严格来控制风险 那也有投资方问 那现龙老师停损 大概都这个多大的幅度 我简单说 万一看错 大概顶多赔个1%多2% 就赶快跑 像这地方今天原项 我们定175 176 先做卖出 停损在178.5 看错的话 大概这地方3块钱左右 还不到2%就跑 对不对 看对呢 当然我们希望目标抓个3到5% 那今天呢 来看到10点07分发出的指令 175到176之间 先做卖出 来先看有没有成交到 有没有 10点07分发出的指令 到了10点半 股价都还在多少 176块 换句话说 你今天挂175到176之间 通通都能成交得到 平均卖在175.5的价位 卖完之后 股价接下来呢 一路跌个震荡走低 那最低翻黑跌到174块 那我们今天 这个12点半左右 看股价大概差不多 跌不太下去了 就这个地方建议会员朋友 平盘174块半 把它买回来 顺利的低档来做回补 那今天赚的比较不多啦 当然175.5到174.5 大概就1块钱左右的价差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 至少稳稳的放进口袋里来 100万假设操作7张 大概7000块左右 晚上稍微这个帮家里 多加一点好料的 这个赚点买菜钱 也算不错啊 对不对 那这个部分 我们这个今天顺利的 稳稳的 又将这个获利 放在口袋里来 当然甚至今天 还有会员朋友说 老师 你最近都拿原相 来装作提款机哦 因为县荣老师 最近这一个多月 常常观察到原相 每次利多平传的时候 就有大户在做出货 所以你看到过去 这个一多月 有没有原相就这样 常常是股价开高走低 开高走低 一堆的黑黑 那我们这地方 持续的从什么时候 从这里看到了 7月29号开始 那时候在利多平传的时候 就发现有大户在拉高出货 那一天有没有 197先做卖出 杀下去最低192.5 我们193买回 4块价差 垫起来 对不对 在7月30号再来一趟 2块半的价差 8月3号 2块价差 8月7号 1块半到2块价差 8月10号 哇这里还赚一趟大的 那天卖在203元以上 最低杀到193.5 我们196买回 有没有 一口气赚了7块价差 操作5张 那天很多人 一天就帮自己 加薪个3万5 垫起来 8月24号又做一趟 又有这个 1块半左右的价差 所以再加上 今天的原项 这已经是最近 这一个月左右 我们7次出手 操作原项 就这样稳中求胜 这个持续的一个赚下去 那再度证明了一件事情 县荣老师常说 做当冲 绝对不是很多人所想的 哎呀我看到什么股票 有大单在敲进 就赶快去追 赚个两三毛就跑 这样就可以做当冲 就可以赚到钱了 很多人做这样 每次当冲 看到大单敲进去追 赚个两三毛就跑 还没赚 哇那就放着凹着 凹到最后有赚再说 到最后你会发现 每次都赚个两三毛 一赔就赔一个大的 一赔就赔一个大的 甚至到最后满手套牢 满手重伤 这样可以吗 这样绝对不行吗 那县荣老师再三强调 当冲不是这么简单 那我们当冲的一个方法 也跟他不厌其烦的强过 你要去看懂 重点每天第一步 观察盘式结构 决定好 如果确定是个攻击盘 再来做短多先买 胜算才会高 整理盘 县荣老师都建议大家 先卖后买 那个赚钱的机会才会大 然后再从一千多档股票里头 不要贪 对不对 我们讲最有把握的一档 顶多两档 那好进好出的股票 来做操作 看准了目标 转折出现 这个马上就出手 最后遵守纪律 理性操作 就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持续的重复 这四个月下来 已经七次超过原项 有赚多的 有赚少的 对不对 少的像今天赚个一块钱 多的甚至七块钱价差 重点是 当你能够去找到 正确的方法的时候 再度证明 把复杂的事 我们把它变简单 把简单变重复 把重复做得更好 在股市当中 自然就有这样机会 一档接一档 一波接一波的赚下去了 好 那回来 继续来跟他谈台北股市 股市的盘式了 那这个盘其实 我想不用我讲 大家也知道 哎 指数就高档震荡嘛 对不对 来来回回 跌个三天 昨天反弹涨个一百多点 美股大涨今天开个高 我要又开高走低下来 就是这样 高档震荡嘛 这个 现龙老师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目前顶多就是用一个 高档震荡盘来观察它 但是问题来了 问题 很多人都想说 第一个 那美国股市反正都还在涨 那台北股市应该没问题啦 还是可以安心的买 可是你去想一想 美国股市 NASDAQ指数持续在创新高 数再高也不可能爬上天 有可能美国股市会永远涨涨 涨个不停吗 不可能嘛 涨多也是会有回档的时候 那重点是 当美股持续在涨 NASDAQ持续在创新高的时候 我们反而上不去 就在这里高档震荡 等到哪一天美股 NASDAQ指数开始拉回 涨多回跌了 做个中期回档就好 那台北股市呢 绝对是跟着重挫下去嘛 对不对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人家涨 我们你去买股票赚不到 人家跌了 你跟着一起大赔 你不觉得 现在你跳进去买股票 风险很大吗 第二个 那很多人想说没关系 那加权指数反正现在 还在高档震荡 守在季线之上 季线在哪里 我们看一下 这是目前大盘 有没有涨上来一万三附近 碰到压力 下去这里还有季线可以撑得住 所以就在这里来来回回震荡 很多人说只要季线不破 那台北股市 你就不用担心会转空 破了季线 到时候再来跑 都还来得及 那如果是这样想的话 我会跟你讲 你更要去思考 很多股票可能早就应该该跑了 为什么 因为当大盘指数现在看起来 还在月线附近 利守在季线之上的时候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我们的护国神山 台积电撑在这里 对不对 可是如果仔细一看 当大盘指数现在在高档震荡 利守季线的时候 居然发现 已经有200档左右的股票 现在都已经跌破季线了 重点就是这两档 这200多档的股票 把它摊开来你会发现 吓一大跳 都是投资泡最耳熟能详 最熟悉的股票 包括瓶盖股的大力光 有没有 7月份股价4475 现在跌到最低3370 这两天才在反弹 早就已经跌破季线了 玉金光 有没有 7月份的时候股价838 今天收盘剩下620 跌了200多块了 早就跌破季线了 那更不用讲红海指数涨到13000 现在才70几块 还多少人掏在100多200多块 对不对 可曾这一波不用讲之前股价300多块 就是快400块 上个月这里一个跳空涨上去 公司说这个业绩要开始大幅度成长了 要开始启动并购了 这一根跳空多少人在看好股价转强 跳下去买 现在也跌破季线 应该讲五月份以来 过去三个月去买它的 全部都还套牢在高档 不只凭概股 对不对 IC设计 联发科 上个月一堆人在喊 准备挑战1000元 那时候涨到763 现在跌到596 这也跌了100多块不见 联永 上个这个月初还有322 现在也是跌破季线 剩下249 立基上个月298 现在跌到多少 220 这也70块不见了 原项这个月我们空过好多趟 上个月冲到242 现在剩下176 这也跌到六七十块不见了 不只IC设计 更不用讲被动元件 国具有没有 早就已经跌破季线 五月份以来去买股票 全部套牢 华兴科也是一样 过去三个月去买它的 全部都套牢 细晶圆 环球晶 这也已经杀破季线了 有没有 台胜科 这更是已经股价不晓得 跌到哪里去了 五月份的时候166 现在剩下100块出头 过去三个月去买它的 全部都套牢 所以你会了解 为什么我之前一直在提醒大家 大盘指数的部分 就算能够靠着台积电 撑在高档 你都要很小心 赚了指数会赔了价差 原因我讲过很多次 人家苹果在涨 除了说股票分割 吸引投资人去买 另外就是这两年 它都不断地靠着压缩 零组件供应商的一个价格 来提高它的获利能力 可是对我们台湾的 苹果供应链 这绝对不是好事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各位投资朋友 你还在那边拼命地想要买吗 当然你会想说没关系 那指数反正总有一天 还会涨就好 但是再提醒一次 30年来 很多人说这是30年来 最强的一波资金风狗浪 7月份就有人在讲 对不对 那时候指数突破12682 创了历史新高的时候 很多人告诉你 大投机时代来了 赶快把业绩放两旁 敢买就会赚 真的是这样吗 去想一想 结果这两个月下来 你买的股票是不是套牢了一堆 那重点是 每次资金风狗浪之后 留下的都是满目创仪 泡沫破灭之后都急速下杀 而且即使多年之后 指数再创新高上去 那些年最多人追逐的股票 你会发现高点都不再来 每次结构出现转变之后 那个股价就算指数再涨 都回不去了 当年国泰人寿涨到1900 三商银涨到1100 现在十几块 二十块 对不对 当年和申堂涨到999 广达涨到850 威胜涨到629 现在只有当时的两则左右 腰涨再腰涨 更不用讲宏达电当年涨到1200 1300 异通当年也涨到1200 茂迪涨到900多 现在宏达电剩下多少钱 三十块 零头都不到 异通剩下币纸一张 不用讲太遥远 两年前的国具1300 两年前的汉序420 指数再创新高的时候 有再来吗 那些年最多人追逐的股票 高点都不再来 这就是告诉你 每次行情资金风口浪 都会有一些股票 当然炒翻了天 但是炒过头就打回原形 很多股票就拜拜了 这种状况 你还要在这个地方 跟他买股票拼大的吗 我只能再三提醒 在这里 第一个你买股票 你会发现 美国股市持续在涨 你买了就套 买了就套 赚钱很难 第二个 等到美国股市一旦开始回跌 你觉得你的股票会怎样 很有可能开始急速下沙 风险会非常的大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赚钱难 风险大 你还在那边买股票 爆波段的时候 我只会建议大家 现在最好的操作策略 四个字 我们的快打当冲 因为我们的当冲是这样 盘中赚了就走 有赚没赚盘后都保持空手 赚钱轻轻松松 来帮你掌握赚钱机会 用最小的风险累积财富 对不对 我们不会说股票抱在那里 越套越深 越赔越多 变成长期套牢 变成重伤 完全不会 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 帮你把风险降到最低 最低最低 但是又能够去稳中求胜的 掌握赚钱机会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仍然会继续努力帮助投资 朋友 当然我再强调一次 当冲不是闭眼睛追高杀低 更不是每天在那边看到大单敲劲 就赶快抢 赚个两三毛就跑 而是每天要仔细 第一步先观察盘式 攻击盘我们做短多 整理盘我们就做短空 先卖后卖 对不对 像这地方 之前大盘强势的时候 上次我们做双红 发现有大户 积极进货 准备再攻一波 转强讯号出来 先买后卖 213.5买进 拉上去最高218.5 217 一个小时不到 获利入贷 3块价差 5张已经赚了1万5 躺开了 整理盘呢 像上个月大盘开始整理 我们操作过很多次原项 有没有 8月10号 甚至那一天利多监报 建立大家203以上先卖 196回补 一口气赚了7块价差 开开心心放进口袋 今天盘幅度没那么大 我们再做原项 但是也是稳稳的一块价差 小赚个几千块 放在口袋里 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稳中求胜 要来帮助头子 掌握赚钱机会 用最小的风险 又能够稳扎稳打 巨杀成塔 上个月我们的战机 8胜3负3合 总共14次出手 每一笔 我们都在节目当中报告 对不对 总共每基下来 当然这地方持续在帮助 投资宝掌握赚钱机会 目标一个月 加薪个五位数 甚至六位数 那这个月 目前这地方原项 也有不错的一个成绩开始 努力要帮助投资宝赚钱 如果投资宝想要利用这种方式 稳中求胜 来掌握赚钱机会的 当然都欢迎大家 休息时间 欢迎来找我们 第二阶段马上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大不顾极品超盘团队 由邝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用心重诚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参与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部高老师 极品操盘惨罪 入会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运达头部 好看能在家啦 举起身装运达头部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头部APP 获电02-2781-0909 2781-0909 大家好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那最近感谢很多投资朋友在打电话进来 在询问现龙老师的极品操盘团队 那有一位投资朋友他问了一个问题 我觉得蛮好的 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他说现龙老师我都看你 这地方每天建议大家 当冲操作 这个盘中进 这个当天这个进 当天出 哇看起来这样稳中求胜很好 那可是有一个问题 现龙老师 什么时候要建议大家开始波段 准备来进场拼大的 什么时候才可以跟大家来 拼个大波段 那我会这么说 其实股市当中有一个原则 当别人都在这地方 想要买股票爆波段的时候 我们要懂得守 短进短出稳中求胜 等到别人都不敢买股票了 等到大家最害怕的时候 那个反而就是大波段进场的时机 而这种状况又可以分成两个 一个是股市已经跌了一段时间 然后你会看到一个状况 量很小很小很小 融资大减过后 但是指数不再破低 举个例子 像这是四年前 台北股市杀到了7000多点 有没有 那时候从这个地方 101万点 这个也是杀到7000多点之后 量很小很小 只剩下几百亿 融资大减过后 但是指数不再破底 当时我都跟大家说 指数已经准备脱离底部区 进入出生段 10年线7000多点附近 开始偏大的 有没有 那时候大家都不敢买股票 量很小 融资很少 我跟大家讲 多头火速归队 准备展开第三波主升段 上开10425 所以最好的状况 就是在别人就不敢买 那种量很小很小 融资已经降到低档的时候 是最好拼大波段的时候 那另外一个状况 就像今年三月份 一波急沙中期回档 大跌个3000多点下去 那时候也会出现一个状况 恐慌性沙盘 融资追缴令万箭齐发 最恐慌的时候 那时候我刚才讲过 短线随时会反弹 正常的中期回档 长多格局 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长多格局 只是个正常中期回档的话 第一点也不远了 这当然也是一个进场的时机 只是那个风险会大一些 你要承担比较大的一个压力在 但是现在这个状况 你觉得符合这样的条件吗 不但不是 而且是指数已经涨了这地方 21周之后 利多消息不断 融资现在还在拼命的增加 对不对 反而法人是卖多买少 指标也到了高档 你觉得大盘在这个地方 是当你拼大的时候吗 我只会提醒 从筹码价量跟指标来看 整个中期回档的危机 仍然没有化解 所以这种状况 并不是让你拼大的 反而你要懂得稳中求胜 用最小的风险 来掌握赚钱机会 那什么是最小风险 当然就是我们的 快打当冲作战计划 那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计划 内容是这样 每天最多两档当冲股给你 不会给你一堆股票 叫你设飞标 像今天就只有一档 3227的原项 清楚的告诉你 先买还先卖 今天我们大盘 这地方继续整理 先卖 对不对 进长假 预设停损 获利目标 都会给大家 没时间看盘 老师帮你看 到了假通知你 没到假 当天进 当天带你出 今天不就这样子吗 这个小赚个一块价差 当然目标还是像上个月这样 原项一口气赚个七块价差 五张三万多 那今天小赚个一块钱左右 也稳中求胜 重点是跟着我们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就有机会当个快乐当冲冲 帮自己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认同县荣老师理念的 也想利用当冲作战 用最小的风险 来这个地方掌握赚钱机会 来实现你人生的梦想 来提升生活品质的 都欢迎指名加入县荣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本层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